男人只是参加天赋考核测试 竟引来了恐怖的重足天灾降临人间 所有人都以为这将是几百年难遇的神级天赋 然而觉醒重足力量却并不是一个能够试人的能力 只因300年前天道意志显现无数秘境赴本降临地球 可随之而来的还有无数强大的魔物 就这样人类的末日降临了 在经历了初期的动荡后转职者出现了 他们从天灾中觉醒出强大力量 并最终击退了魔物拯救了即将毁灭的世界 随后人类为了抵御魔物和继续探索秘境 全世界都开始全力培养各种转职者 就在这时一道耀眼白光在广场上猛地炸开 刹那间白光冲天起就映照出一棵参天大树 要知道只有神级天赋才可以引动天地异象 见状就连校长都亲自走过来给他道喜 江城却直接表示他觉醒的并非是战斗系职业 我的天赋应该能加速花花草草和小动物的生长 然而生活系职业没有战斗能力 就算是神级未来成就也早已注定 大失所望下本来答应江城的保送名额也被取消 而原本那些江戈长江割短的墙头草 更是瞬间就变成了另外一副嘴脸 然而从始至中他都没觉得生活系有什么不好 你已完成职业觉醒 重足天灾系统已经达成开启条件 原来他早在天赋测试前就已经觉醒重足天灾 毕竟自从黑暗纪元后这个世界就是强者为尊 为了变强他在18岁前就已经拼尽了权力 本以为这辈子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了 没想到一个月前他竟突然觉醒了重足天灾系统 传说中重足曾经在黑暗纪元重创人族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听说上一次天灾降临人族牺牲九个大将才将重足封印 可只要能变强就算是重足力量又如何 下一秒系统开启他的意识也被瞬间拉进石海内部 此时四周一片虚无的石海中间却生长着一棵大树 随着他意识看向天赋术三种天赋能力也是立刻展示出来 这些天赋看似没有战斗能力 但实际每个都可以作用在重足系统上 就爆发出一股极致的阴冷气息 而等风暴散去一只体型巨大的虫族也出现在他的面前 下一秒一连串的系统提示传来 他这才知道这竟然是来自深渊的死亡主宰 就在这时系统再次提示出次提升不消耗剂品 见状早已迫不及待的江晨也是立刻选回升级 插那间一股强大的生命能量包裹母虫 可还不等他仔细观察能量突然开始迅速衰减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也是让江晨亚麻呆住了 只见原本的天灾母虫在此刻竟变成了美少女 同时生命跃迁后的母虫也获得了新的能力 然而该如何跟母虫沟通交流又让他头疼起来 谁知下一秒母虫整个人就直接挂在了他的身上 主人小九完成进化了 听到这里他也是立刻打开小九的属性面板检查起来 这才发现玉灵师天赋能加速母虫成长 而母虫的反补经验又能加速他自身升级 两者相互配合下他很快就可以拥有一只虫族大军 只可惜根据以往历史虫族能力暂时还不能让人发现 就在这时原本平静的石海却是突然开始剧烈晃动 本就处在饥饿状态下的小九瞬间目露凶光 依靠虫族敏锐的感知让他感觉到有危险正在降临 可等江晨脱离石海才发现危险竟然是一个人类 同学刚才全程都能看到的那个天地异象是逆满 江晨却是被男人的气息给吓得冷汗直冒 难道是因为小九的气息已经暴露了吗 可奇怪的是男人只是释放威压却又一言不发 就在江晨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早就饥渴难耐的小九突然表示想要吞噬吸收这个男人 还不等他出言阻止一连串的系统欲止接连响起 母虫感受到宿主受到威胁竟然开始主动互主行为 原来饥饿状态下母虫的攻击性也会增强 不料看着这强大气势男人却是立刻收回自己的威压 见状江晨也是全力压下母虫的躁动 不愧是神级职业者你的前途果然不可限量 好在小九的虫族气息并没有被男人发现 而男人之所以来找他 也只是为了邀请他加入守夜人 要知道守夜人可是大厦专门抵御魔物和受潮的组织 因此守夜人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 但这对他却是不同 母虫需要不断吞噬魔物才能净化 而荒野正是他的好去除 只要加入守夜人繁衍虫族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起 男人眼看江晨沉默不语下意识就要继续解释 可不等他多做反应江晨就立刻同意了邀请 红领无需多言重铸守夜人荣光我被义不容辞 说完也不管男人反应就要离开 只因此时被强行压下的小九明显还是有些躁动 三天后我会准时去守夜人总部报道 直到江晨走远男人才想起还没问他是什么职业 就在这时他的身后再次出现两道生意 人呢神级生活系的人呢 季刚你不会想让一个生活系加入你们守夜人吧 另一边江晨为了快速吞噬魔物也是选择组队进入逆境 而从小生活在一起的熟人也并没有因为生活系而嫌弃什么 小陈虽然生活系无法战斗 但有些企业也是需要生活系人才的 正好今天你就跟我们一起进入副本带你升级 很快组队完成后四人也是立刻来到秘境空间 谁知秘境体配却突然变成了C级秘境亡灵神殿 就算是见多识广的王叔也是第一次遇见秘境突变的情况 难道是因为神级职业加入才提高了秘境总级吗 尽管有些意外 但是高级秘境也意味着高级奖励 与其中途退出还不如尝试挑战获得更丰厚的奖励 话因为罗王叔就已经一马当先的冲杀过去 凭借他们祖队多年的默契配合未必就打不过 同一时间作为辅助的小细节也是立刻增强王叔的战斗天赋 在这完美的配合下亡灵士兵也是被瞬间击碎 而在后方亲眼目睹这一幕的江城却是莫名有些感动 从小就是孤儿的江城接受了他们太多的帮助 就算是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他也必须赶快变强 说着他也是不再由于立刻召唤母童开始吞噬 随着腐蚀能力发动亡灵士兵的骸骨也是瞬间融化 他是冷血无情的虫族天赞母童 却要对着一个废物宅男吐露芳心 不但红着小脸祈求我的原谅 甚至甘愿成为我手中随意操控的角色 可就在我阻止饥饿的他吞噬人类后 他却是委屈地献出虫族原形 为了安抚小九的吞噬欲望江城不得不带他进入副本 只因他还无法精准控制腐蚀的范围攻击 为避免误伤队友他决定暂时在后面清理尸骸 可就在这时饥饿的小九却感应到了新的血食 尽管他自己没什么发现 却还是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下一秒在暗处埋伏的潜伏者果然出现 好在提前得到预警后江城也是丝毫不慌 眨眼间就使用出小九的腐蚀能力准备迎战 而这时他的全部属性也全都被小九提升一个等级 看似比他等级还要高的潜伏者属性却是比他低上许多 仅仅是两个半回合潜伏者就被江城打到破防 此时也正好拿他们来实验腐蚀技能的威力 随即江城也是不再犹豫引爆了腐蚀技能 只见刚才还活蹦乱跳的潜伏者瞬间就被融化成渣 明显这些怪物早已不是他的对手 然而看着越来越多的潜伏者 他却是忍不住担心起队友的安危 于是他也不再伪装立刻召唤天灾级的小九动手 与此同时秘境深处王叔他们也已经被团团包围 可恶这些怪物怎么会越打越多 小心你们去和小城会合先离开这里 谁知在他们走神的时候 一只怪物突然扑了上来 等王叔发现在想反击却是为时已晚 好在江城也在这时及时赶到 看似不死不灭的亡灵士兵 在这一刻却是迅速消失 也是直到此时王叔他们才发现来人竟然是江城 可是什么时候生活戏比战斗戏还要厉害 这是为了避免当众暴露自身的虫族力量 他也直接表示这都是神级天赋的原因 王叔你们受伤严重快点撤退我自己来断后 说完也不管他们的意见直接独自走上前去 剑撞王叔也只好送出自己的配件 谁知当江城拿起武器时属性再次增强 原本只能环绕身体的腐蚀技能范围也再次增大 可就在这时上方一道红色身影快速袭来 多亏小九提前预警他才勉强躲过这次袭击 可没想到紧随而来的大剑却是力大无穷 瞬间劈飞江城的同时手上的配件也直接报废 另一边缓过神来的江城也是一阵后怕 不过这把断剑该怎么跟王叔交代 同时15级的副本BOSS属性也比他高出太多 于是他也是不再犹豫直接召唤小九 而对他来说难以招架的BOSS却被小九随手挡住 下一秒无比阴冷的气息从小九身上爆发而出 虽然此时的小九还达不到天灾级别的实力 但是15级的秘境BOSS却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只见一道红光闪现BOSS的脑袋就被小九直接摘了下来 就在他以为战斗已经结束时一块蓝色水晶突然出现 下一秒四周飘散的魔力全部都被蓝水晶吸收 眨眼间一个全新的BOSS就再次站了起来 他这才意识到很有可能蓝水晶才是本体 随即小九也是再次发起攻击 无料重新复活的BOSS不但力量大幅度提升 就连速度也跟现在的小九不相上下了 这样下去短时间根本不可能结束战斗 直到江辰注意到附近的草木植物 尽管BOSS每次攻击都是势大力尘 但这也正是他的弱点 从刚才他就感觉到这个秘境中有大量植物根系 只要能在他接近的瞬间释放玉灵师的天赋技能 就一定可以拦住他 说完万物生长的天赋技能也是瞬间发动 接着无数的植物根系在他的指挥下破土而出 体型巨大的BOSS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恐了个结结实实 见状 小九也是抓住机会一个闪身来到BOSS头顶 下一秒一道黑光划过BOSS终于是被第二次击杀 这一战也让江辰明白 他的天赋在战斗中也能发挥巨大作用 而这一次他也是提前发现那块蓝水晶 于是他也是二话不说 直接伸手捏碎水晶结束战斗 他是冷血无情的虫族天灾母虫 却要对着一个废物宅男吐露芳心 不但红着小脸祈求我的原谅 甚至甘愿成为我手中随意操控的角色 可就在我阻止饥饿的他吞噬人类后 他却是委屈地献出虫族原形 就在刚刚江辰击败副本BOSS不但爆出了高级装备 甚至在母虫的经验反哺下 本级也直接升到六级 主人作为奖励小九可以把这些吃掉吗 可江辰看向楚楚可怜的小九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但是旁边副本BOSS的遗骸却是可以让给小九 只是这个体型对小九来说 会不会太大了一点要是时间太久的话 然而小九对此却没有任何不满 快速走到遗骸之前就要开始吞噬 下一秒一只体型更大的天灾母虫突然出现 见状他也是猛地想起小九本体是一只天灾母虫 然而还不等他高兴两秒 就因为吞噬产生的剧烈震动感到头疼 万幸之士在秘境中不然就算躲得再好也一定会被发现 就在这十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明显是王叔他们注意到这里的异常正在赶来 无奈为了隐藏小九尽管吞噬 还是没能彻底完成 他也只能强行喊停 小陈你既然真的通关了 还爆出这么多装备 而且你这种力量做研究也太可惜了 那你下一步要怎么办 听到这江辰也是直接表示自己即将加入守夜人 因为三天后就要去报道 所以我应该马上就会启程去荒野继续升级 而且我已经和守夜人的统领约好 必须要去荒野 就这样告别王叔他们后 江辰也是直接乘坐火车来到外城 放眼望去这里的职业者数量明显比内城多出许多 而江辰却还在不断地补充能量 自从觉醒了系统后 他本人的胃口也跟着变大了 眼看不能改变江辰的想法 王叔他们也直接把储物界和地图都给了他 荒野受到天道影响 所有电子设备都被干扰失灵 如果没有地图 基本很难找到成群的怪物巢穴 同时火鸟巢穴里面的职业者又太过杂乱 为了隐藏小九 他最终选择去挑战这个哥布林巢穴 这里面怪物等级不高 怪物数量也十分充足 不料就在这时 他的肩膀被人从身后突然拉住 装什么笼子 喊你好几遍听不见吗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金色头发的女人 可回应他的却是一缕黑色烟雾 落在了他的手上 男人也没想到一个十级不到的菜鸟 竟然能破开他的防御 清除腐蚀技能威力的江辰 却是早有预料本想直接离开 不料此时恼羞成怒的男子 再次拦住去路立上了死亡Flag 你竟敢对我肖家出手好大的胆子 说完还不等江辰多做反应 就瞬间发起攻击 另一边看着暴怒的男人江辰也是有些无语 为了避免后续源源不断的麻烦 他也只能斩草除根 又是这些烟雾 你还真以为我怕你不成 谁知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我让你低调行事 你在这做什么 听到这里刚还嚣张无比的男人 也是瞬间吓得冷汗直冒 刚想开口解释 就被来人一拳击飞 你不过是家族的一条狗 还没资格擅自抱肖家名号 同时江辰也是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竟然丝毫没能察觉到他的接近 不好意思管教不言用不用陪你些什么 而感觉到来人的强大江辰 也不想过多牵扯直接拒拒 然而似乎认出江辰身份的男人 却是主动对他发出邀请 你这是要去荒野吗 不如我们同路 可眼看男人不想打架 江辰也不再耽误时间拒绝邀请后 直接转身离开 有意思一个生活系也敢独自进入荒野 那人我已经找到了随我进入荒野 另一边江辰虽然拿着地图可还是迷路了 明明就是这个方向 居然走到晚上还没找到哥布林 殊不知此时身后正有一只怪物死死盯上他 好在这雨中似乎有一些魔力波动 还是让他发现了怪物 主人需要我出手吗 明显没吃饱的小九比他还要着急 但是面对这个等级不高的怪物江辰 也不想失去宝贵的实战经验 随着怪物发起攻击 他也是发动技能轻松躲避 随即抓住怪物换气的瞬间立刻发起反击 为了更好的测试身体素质 这一次更是没有释放腐蚀技能 即便如此被爆头的怪物也是被他一击秒杀 然而不等他缓口气 小九再次发现新的怪物 直到此时他也是意识到 已经闯入另外一处巢穴了 谁知江辰不但没有一点害怕 反而越发兴奋起来 小九 这下你应该是可以饱餐一顿了 荒娇野岭漂亮女孩在昏迷中醒来 猛地起身后脑袋却依旧是昏昏沉沉 此时他竟然完全记不起来眼前的男人是谁 你你是谁为什么突然偷袭我 就在刚刚在野外狩猎的江辰刚刚结束战斗 小九却是重新发现了一个很棒的位置 于是江辰也是立刻释放技能先发之人 谁料黑暗中却是传来一道人类的惨叫声 直到江辰走近才发现被他打晕的居然还是个美少女 没办法 他也只能在原地等待女孩的苏醒 然而看着眼前的陌生男人女孩 却是一点记忆都没有 你到底是谁为何要突然偷袭我 同时一脸害怕地对着自己的身体检查起来 亲眼看见这一幕江辰也是有些疑惑 女孩吃下他全力一击后 竟然还能活蹦乱跳了 此时他也是忍不住好奇这是怎么办的 可还不等他仔细观察清楚女孩 就再次变得紧张起来 发现自己只是昏迷并无大爱后 他也不再继续纠缠 那边有许多怪物要准备暂时撤退了 话音未落人影就已经完全消失在大雨中 不过急需吞噬成长的江辰 却是恨不得怪物越多越好 他此时唯一担心的 就是碰上其他职业者从而暴露小九的存在 就在这时感知异常敏锐的小九提前预警 下一秒从黑暗中爬出越来越多的蜘蛛怪物 尽管他做好准备可这个数量 还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幸运的是没有其他职业者在场 他也可以全力发挥重足力 这样看来就算再多的怪物 也不过是送上门的口粮 眼看蜘蛛怪物们发起攻击 他也是立刻释放虎视烟雾 同时在被蜘蛛群完全包围之前 一个大跳拉开距离后 立即发起反击 然而还不等他高兴两秒半身后 就有一只蜘蛛快速袭来 也多亏此时的腐蚀技能经过装备增幅范围 再次扩大数倍 他这才摆脱威胁 不过这完美的配合 还是让他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按理说这些蜘蛛不可能懂什么车轮战才对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 突然注意到一只蜘蛛BOSS 难道是这只BOSS在控制怪物进攻 这样既有数量优势 又有战术配合 难怪这里没人来 就在他疑惑该怎么击杀BOSS时 小九突然出现 主人 小九好像能够听懂他们的声音 他们正在向主人发起挑战 话音未落 原本毫不在乎的小九 却是瞬间爆发出一股惊人气势 下一秒整个蜘蛛群 都被这股气势吓得四处乱窜 没想到母虫还能影响怪物们的配合 不过蜘蛛也算是虫子吗 没想到狂暴技能 还能用来切断猎物间的连接 这样一来事情 就变得简单 多了结束战斗 也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失去BOSS控制 他们就是一盘散杀 一路冲杀过来 此时BOSS的身边也是再也没有怪物保护 随即他也不再犹豫手起刀落 就直接秒杀 下一秒结算经验个人等级 也是达到14级 而接下来 他要做就是让小九开始繁衍虫群 早就饥可难耐的小九 瞬间变回天灾母虫的本体 同时看着一路上涨的吞噬点 这也更加坚定了 他狩猎精英怪物的决心 就这样两个半小时后 吞噬完成的小九 再次跪在他的面前 见状 江辰也是直接同意了小九的繁衍申请 谁知在虫群开始繁衍后 他的生活天赋突然生效 他的职业天赋 竟然还可以给繁衍过程提速 就这样原本耗吃长久的过程 不但被他瞬间完成 而且还获得了两个新技能 恭喜宿主完成首次虫群繁衍 随着系统提示 大量虫群瞬间出现 当前九丈赤虫群数量2300只 同时他也感觉到这些虫族 不但对他十分倾健 而且同样多出两个技能 就在这时被汗水湿透的小九 不顾身体的巨大消耗 从后方抱住了江辰 江辰这才发现 完成繁衍后的小九却是变化不大 就在这时小九拉住他的手说道 主人小九想要休息 还不等他仔细询问 就立刻化作一道流光 冲进了虫巢里面 他也是瞬间意识到 这是一个容纳虫群的一空间 这样以后 他有多少虫群都可以藏起来了 他是冷血无情的虫族天灾母虫 却要对着一个废物宅男吐露芳心 不但红着小脸祈求我的原谅 甚至甘愿主动消耗生命 为我繁衍更多虫群 却没想到消耗过大 就算是母虫也必须睡觉 江辰也只好不再打扰小九 开始测试主宰技能 随后所有虫族都将目光看向江辰 在他的操控下 驱使虫群简直就像是在挥动 自己的手臂一样灵活 不仅如此 甚至还能和虫群共享所有感官 就这样在虫群的感知下 他也是瞬间就探测出附近的所有魔物 还不等他发出攻击命令 虫群就已经变得异常兴奋 这次也正好借助这些魔物 来测试虫群的攻击力 随着他一声令下 两千多只虫族大军 同时发动虎食烟雾 直到这一刻 虫族天灾级别的威力 才刚开始显现 顿时所有魔物 都被一团黑色的虎食烟雾笼罩 毒物范围变大后 几乎不用他亲自动手 就能消灭所有魔物 看样子很快 又能第二次进行虫族繁育了 说着立刻打开属性面板 查看下次虫族繁育的条件 万万没想到下次繁育 竟然需要一百万吞噬点 本来以为虫群翻倍 吞噬只会长得更快 没想到吞噬点也跟着翻倍 大哥蜘蛛巢巢 不知被什么人给完全剿灭了 原来江城大战引发的动静 还是引起了其他职业者的注意 难道是守夜人 或者某个神秘家族的秘密行动 然而不等他们仔细思考 江城就从门口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可当这些职业者看到来人 只有一个人时 本就想要撤退的他们 当即就把目光瞄准了江城 而一眼就看出他们意图的江城 也是将计就计没有反抗 毕竟他也不过是 想要跟他们换取一些食物 下一秒大量的蜘蛛仪 还被他从储物界中拿了出来 有经验丰富的职业者 也是瞬间认出这些蜘蛛 直到此刻江城 才算是稍微展露一些实力 我现在可是火大得很 拿上东西快滚吧 直到剩下他一个人 还不忘放出虫群去警戒四周 只因自从他学会驱使虫群后 就感觉饿得越来越快了 本来因为小酒食量 就已经便大没想到 这次的副作用更加厉害 最重要的是 目前一个boss提供的吞噬点 已经不足以支撑 第二次重群繁衍 看来想要获得更多吞噬点 他只能尽快加入守夜人了 也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觉到一股战斗的味道 回头观察才发现 竟然还能遇见熟人 荒郊野外 他也没想到还能第二次见到女孩 然而慌不择路的女孩 此刻明显还没有缓过神来 原本活泼可爱的女孩 此刻却是一脸惊恐地 祈求她的原谅 但此时江城却还在震惊 他居然没有发现 女孩是怎么靠近她的 可还不等他询问后方追兵 就已经走了进来 同时女孩也再次原地消失 而江城也索性坐下继续装傻 不料萧家少爷 却是对他本人来了兴趣 一个生活系 居然一天不到就能升级到16级 我对你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话音未落一把力剑 瞬间指向江城 你看见一个女孩跑进来没有 眼看对方人多势众 江城不想惹麻烦 就随意给出一个方向 文言萧家少爷 也是立刻起身就要离开 如果让我知道你帮了他 我郑国萧家是不会放过你 听到这里 江城也是没想到 对方会是郑国家族 要知道郑国家族 不但历史悠久 且个个都是封疆大力 一旦被这种超级大势力 给盯上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样看来 他必须早点离开 这个是非之地 可看着重新出现的女孩 他却是一阵火大 要不是他机灵这一次没准 还真就让女孩给阴死了 眼看江城似乎真的生气了女孩 也只能摊牌不再隐瞒 他这才知道 萧家建材起义 想要杀人越货 然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江城对此 却是没有一点兴趣 正要离开十四周 却突然响起一阵警报声 居然是有人提前设置下结界 这才发现了他们 正好被当场抓住 在说不认识女孩 估计也没人相信 没办法 江城也只能留下来静观其变 再次出现的萧家少爷 也是不再废话 他立即命令加奴发起攻击 曾经毁灭了宇宙的虫族之母 任何生物都会被他无情吞噬 可男人却能随意揉捏他的小脑瓜 甚至甘愿为他繁殖更多小虫子 然而繁殖完成后 却需要补充大量能量 就在他疑惑 该如何补充能量的时候 一个神秘小女孩出现 你们都已经抢劫了我家的货物 居然还要赶尽杀绝 他这才知道 这女孩竟然也是大家族的人 此刻心存幻想的女孩 还试图用家族震慑萧家追兵 可听到他说的话 对方竟然是再也憋不住地笑出了声 毕竟区区一个商业家族 怎么可能真的震慑住郑国家族 说完一道红色结界 瞬间将废弃仓库完全笼罩 而这也正是萧家鼎鼎大名的囚龙阵法 明显萧家早就是有备而来 不料下一秒男人竟突然开始邀请江城 只要你可以抓住那个女孩本少爷 就留你一命 文言江城却是毫不在意地轻蔑一笑 随即直接就果断拒绝了男人的好意 于是萧家众人也不再犹豫 瞬间一拥而上 对此江城却是丝毫不慌抬手 释放出万物生长技能 刹那间无数粗壮的树根 从地底钻出困住了萧家弟子 趁着这个空荡江城也顺势召唤出几只虫族 还不等众人完全脱困虫族 就已经发起攻击 眼看自家弟子就要被虫族吞噬 男人也是抓住机会发动攻击 下一秒一条黄金巨龙凭空出现 男人也是下意识以为战斗已经结束 直到他看见一道护盾 才意识到女孩是防御性能力者 可还不等他缓过神来 虫族就再次向他发起攻击 于是来不及躲避的他 只好拿受伤同伴的身体进行防御 与此同时男人也是拿出一粒丹药吃了下去 顿时一股强大的压迫感席卷全场 随着男人做出蓄力拔刀的姿势 空中再次出现一条更加恐怖的黄金巨龙 无奈女孩也只好再次全力开启防御护盾 下一秒剧烈的爆炸声传来女孩 也意识到这一次的攻击 她根本难不住 看着越发疯狂的男人江晨也是下定决心 对付这种心狠手辣的家伙 已经没有手下留情的必要 随后仿佛无穷无尽的虫灾瞬间出现 江晨的身体上更是散发出强大的魔力波动 随着他一声令下 原本漂浮在周围的虫族瞬间发动攻击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影响男人也是瞬间重 谁料就在这时又是一道红光闪现 男人整个人都被包裹在一道防御结界里面 只要有祖传护盾护体 我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此刻尽管虫族还在攻击护盾 可男人却是一点也不忘 我最后再说一遍 只要你忠心追随我 就可以次你消息 喵的你还真是少爷当惯了呀 死到临头还不自知 文言男人却是觉得江晨在虚张声势 只要他今日不死之后 凭借萧家的实力 想杀江晨一如反掌 可回应他的却是江晨轻蔑的眼神 下一秒一只体型巨大的虫族 出现在二人身后 这也正是繁殖完毕后 刚刚苏醒的小九 随即在男人震惊的目光中 一道锋利的爪子 打在他的护盾上 这一瞬间爆发的气势 就连江晨也是第一次看见 明显进化后的小九实力 也再次得到加强 刚才还无比嚣张的男人眨眼间 已经化成一堆肉鸟 而男人身体的能量 也正好可以补充小九的消耗 可当他看见幸存的女孩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虫族秘密 已经暴露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礼 这是可以让人忘记 一切烦恼的卷轴 女孩为了保守秘密 不得不牵下不平等条约 就在刚刚面对幸存的女孩 江晨立刻威胁起来 无穷无尽的重毒天灾衬托下 似乎一言不合就要杀人灭款 随即女孩 直接拿出身上的全部财物 开始求饶 见状江晨虽然心动 却还是觉得他知道的太多了 文言女孩只好起身发下毒誓 我罗三道对天发誓 倘若出卖恩人天打五雷轰 说完为了证明自己 又快速拿出一张名片 可上面的照片 却是跟他完全不像 无奈女孩 只好一边鼓起嘴巴 一边还原照片上的样子 这张照片是两年前 我还没减肥的时候拍的 就在这时江晨却是突然严肃起来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听到这里罗三道 立刻从一空间拿出一份卷轴 这时封口卷轴违约者 一旦说出秘密 就会立刻暴毙 见状江晨收起卷轴后 那恐怖的杀意也瞬间消失 就这样江晨带着罗三道 开始回家 两个半小时后 罗家豪宅里 所有人都跪在地上 然而萧家 毕竟是郑伯家族 根本不是他罗家 一个商业家族能敌 讨论无果罗家父母 只好先感谢恩人江晨 于是饿了三天的江晨 直接来到罗家的餐厅里 开始疯狂进食 随着操控的重足越来越多 他自身能量的消耗 也是越来越大 然而这一幕 却让女孩父母 更加确定了他天赋异禀 毕竟是神级天赋 实力绝对不简单 小江啊 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我家三道 也没有男朋友人 也长得漂亮不如 文言江晨还不等他 把话说完 就立刻起身离开 然而两人不但不生气 反而开始耐心 劝导自家女孩 一定要认准这个好女婿 可只有罗三道 知道江晨虽然很强 但是真的很可怕 与此同时 萧家大院里 也是有人发现不对劲 爷爷我那个堂兄 二十多岁了 才刚到三十级 这种废物死了也就死了 文言萧远山 倒也没有反驳 可那毕竟是他的孙子打狗 还得看主人 他倒是想看看大夏境内 到底是谁敢不给他一个面子 文言萧北韩 也是立刻表示 愿意替爷爷找到这个人 另一边江晨 也是来到了守夜人基地 尽管已经知道 他是生活系可统领 却并没有看不起他 反而主动替他介绍 起了守夜人里的各位前辈 不但有美女奶妈 还有孤僻射手 甚至看似弱小的人 也是二转坦克 而他们的副统领 更是一位三转火焰宗师 江晨也没想到 大家会这么友好 明明他只是想来 骗取一些资源 不要就在这时 所有人都变得紧张起来 同时看向窗外 小晨你是招惹上 什么厉害人物了吗 居然有三转宗师 来探查你的行踪 埃局获得唯一隐藏天赋 无限虫群 不但可以从小养成虫族女王 甚至还能无限繁殖虫群数量 就在刚刚察觉到 事情不对劲守夜人 也是立刻展开防御结界 小晨你有什么事 说出来大家一起承担 不要害怕 可下一秒 他们就都被震惊到 说不出话来 尽管萧家弟子经常为非作呆 可那怎么说 也是郑国家族的后代 此时此刻 他们也只能祈祷 萧远山本人不参与此事 看见大家都在为自己 出谋划策 他也是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突然似乎意识到 什么大统领 立刻抓住他质问起来 你一个生活系 是怎么打赢的战斗系 下意识的所有人 都觉得他可能还是有所隐瞒 自知已经暴露的江晨 也是立刻释放出毒素 对此早有预料的 江晨想好的借口 就是双生天赋 闻言大统领 也是兴奋地实验起毒素的威力 不要手掌 才刚刚接触就被毒素腐蚀 见状大统领 也是没想到 这毒素威力竟然恐怖如斯 很明显 他的毒素天赋不弱于神级天赋 可想到萧家的手段 大统领 还是想要放弃参加天骄训练营 然而 只有江晨知道训练营里的资源 正是重群进化所需要的 所以这个天骄训练营 他必须参加 与此同时 萧家大院里一道刀光闪过湖水 竟然被一分为二 正是被誉为萧家 最强天才的萧北寒 再次突破 随即他也是从手下嘴里 得知了江晨的身份信息 然而听说江晨 也要参加训练营 他却是不怒返校 得罪萧家的 哪怕是证据不足也必须死 另一边守夜人基地大统领 还在叮嘱江晨 就在这时大门 被突然打开后 走进来一男一女 还不等江晨疑惑大统领 就主动介绍起来 来人竟然是 七转家族的小公主穆罕秋 可还不等江晨多做反应女孩 就开始嫌弃他这个新手菜名 一个生活系 跟自己组队明显就是混子 不过好在迫于大统领的压力 他也只好接受江晨 就这样守夜人小队 和穆罕秋一起来到一处逆境 早已配合默契的守夜人小队 不但不慌 反而越发兴奋起来 只有穆罕秋觉得 江晨时的废物一路上 对他都十分不满 然而此时此刻江晨心里 却不知怎么突然出现 一种故祥的预本 按理说区区三十级的秘境 他们绝对不会出现 任何意外才对 无奈实在想不明白 他也只能跟着进入秘境 山村活人一夜之间 全部死亡无数死灵骷髅 从地底钻出 然而女孩不但不害怕 反而开始疯狂吞噬死灵骷髅 就在刚刚江晨几人 一起进入秘境空间 不要下一秒 一股黑暗气息突然袭来 不等众人多做反应副本 就立刻变异成为死灵村庄 而原本的普通秘境 也变异成为噩梦秘境 自觉难度太大 江晨刚想退出 就发现周围环境 已经产生变化 看似普通的画像 却透露着诡异的笑容 至于原来的撤退路线 也被棺材挡住 下一秒 无数死灵纷纷从棺材里 站了出来 下意识操控毒素攻击 才发现死灵 竟然对此完全免疫 没办法江晨 也只能凭借身法 主人小九想吃 说着小九也是越发地兴奋起来 见状江晨道 也想看待小九的反应 顿时一道流光划过 无数死灵瞬间死亡 反观小九不但毫发无损法 还十分享受这份大餐 他这才意识到小九本质上 也属于黑暗系生命 自然能吃死灵 随即他也是二话不说 瞬间释放更多虫族出来 既然能吃那体内的虫族大军 就都出来了饱餐一顿 而随着死灵的 迅速死亡一连串的系统 提示出现在他的心中 仅仅几十秒 就获得百万经验再次升级 这秘境简直就像是 为他量身定做一样 很快外围死灵骷髅 全部死亡后 两人也再次来到黑白遗照面前 却不知怎么上面的人 这不居然不笑了 刚想命令小九继续吞噬 遗照就瞬间爆炸 于是在他震惊的目光中 死灵守卫被他吓死 然而其他人面对变异副本 就没有那么好运 原本实力最强的队长此刻 也只能勉强自保 也就在队员陷入绝望时 一连串的击杀提示传来 尽管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总归给队员带来了希望 此刻队长更是趁机 逃出死灵骷髅的包围圈 下意识就觉得可能是 那个神秘的穆罕秋 在秒杀死灵骷髅 好在趁此机会 他也能开始救人 殊不知此时此刻 他想象中的神秘高手 已经身负重伤 身后无穷无尽的死灵骷髅 还在对他穷追猛打 可惜他此刻早已经用光了 所有的底牌 开始后悔进入秘境 可下一秒 他就看见不远处的死灵骷髅 竟在疯狂逃命 瞬间他就想到 刚才的秒杀提示 他只要再坚持片刻 那个神秘队友 应该就能救他 眼看死灵骷髅 就要吞噬慕含秋的时候 江晨也是不再犹豫立刻现身 慕含秋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看不起的江晨 竟然就是那个神秘队友 他本是世界上 最强大的天灾母虫 如今却被视为禁忌职业 一旦有人跟他产生联系 都会遭到疯狂追杀 可江晨却早已经 偷偷养成马上 就有第二只母虫了 就在刚刚通关 变异副本后 江晨就遭到寄书处的怀疑 眼看江晨越发紧张 寄书也是不再吓唬他 你手里的底牌越多 我越高兴以后 咱们守夜人的辉煌 就靠你了 听到这里内心有鬼的江晨 这才松出一股气来 可还不等他高兴 两秒寄书 再次变得严肃起来 随着他灵力的发动 突然三个 被白布包裹的尸体 被他拿了出来 这些家伙最低都是二转 甚至还有两个四转大宗师 也不怕你笑话 他们任何一个 都不是我能对付 健壮江晨也是有些疑惑 难道这些人都是来找他的 要知道 他现在可还不到二转 看出他的疑惑 纪叔叔也立刻解释起来 他们都是来刺杀穆罕秋的 而且这份名单上的人 都要时刻面临追杀 就连郑国家族的肖北韩 也同样是其中之一 天骄训练营里面 你们二人同属于江南战区 可就连穆罕秋都被 无数强者追杀 更别说你的天赋 比他还要突出 面临的追杀 只会更加威胁 听到这里江晨也意识到 纪叔是想让他学会藏桌 别的天才背后 都有大势力庇护 可你却只能靠自己 说起来穆罕秋 居然对所有人 都是只字未提 老实交代你把穆罕秋怎么样 说着还一脸坏笑地 看向江晨 见状江晨却没什么 可以回答的 毕竟他们可是清清白白的 很快他把所有装备 卖出后 又购买了大量高阶兽血 想来依靠这些兽血 应该足够让虫族繁衍一次 眼看血液越来越少 小九也是爬了出来表示 也想吃 刚要拒绝就看见小九 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没办法 他只能一狠心 送给小九一份兽血 趁着小九还没喝完 他也不再犹豫 立刻把剩下的兽血 全部喂给虫族大军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传来 越来越多的虫族 在受血刺激下开始繁衍 很快再神次净化的加持下 虫族数量来到十万只 就在这时越发兴奋的虫族 直接冲出虫巢空间 居然没有江城的命令 他们也能自己出来了 缓过神来 江城只好立刻命令 他们赶快回来 都给我回来 没有命令不能出来 尽管他及时发出命令 可还是把屋子弄得一片狼藉 就知道吃你也不管 管你的这些熊孩子 随即他立刻查看 个人的详细信息 居然已经197星 按照这个进度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守夜人总部 正在发生激烈争吵 原来技术为了保护江城 决定联系他的老师 只凭借守夜人 是不可能保护江城的 更别说江城身上 还有种让他感觉恐惧的东西 他不得不怀疑 江城可能是禁忌职业 好闺蜜 居然同时表白 同一个陌生男人 说好的百合花一辈子 却没想到两人同时出轨 只因江城才刚来到 天交训练营 就被两女发现 上一秒 还有说有效的好闺蜜 耳边传来一阵求救声 抬头看去 才发现一个老头 竟然挂在了书上下不来了 听着老头的喊叫声 似乎是恐高了 于是他也不再 由于立刻发动技能 召唤出一道粗壮树根 说起来尽管万物生长 战斗力不强 但也不算毫无用处 此时此刻拿来救人 就十分设备 小伙子 你今天救了 我想要我怎么报他 文言他本来没报希望的随口 一问却被老头一口答应 没想到这老头 竟然还真的认识天骄训练营 这样看来老头 很有可能也是职业者 然而老头却说 他只不过是一个 自尽未遂的失败者罢了 可我练习拔刀 20年劈刀30年后 居然开窍了 说到这里老头 似乎越发兴奋起来 竟然想要收他为徒 你愿意跟我学习刀法 可只有江城自己知道 他的禁忌职业 不可能允许他学习刀法 好在两人总算来到 天骄训练营 江城直接转移话题 可等他回头 才发现老头早已消失的 无影无踪 没办法江城只能 自己来到天骄训练营 这时门口一大批职业者 都在排队登记个人信息 好在江城来的 还算不完很快就登记完成 却不料旁边 突然传来两道 不和谐的声音 恩人 主人 看下二人 他也是瞬间头大 恩人也就算了 主人是怎么回事 可看着不断争吵的两人 他也是直接被震惊到 说不出话 就在这时远处 传来一道剧烈的爆炸声 没想到这才刚刚进入 天骄训练营 就有人打架闹事 剑状早有预料的 巡逻教官也是瞬间暴露 谁料堂堂三转宗师 竟然被人给直接踢飞出去 从教官的反应来看 明显是被人秒杀 在江南战区 有这种实力的学员 也只有那几个天才 堂颖刺客戏 不但个人实力强大 还是天机楼的金牌杀手 白丰人称 小沙神东海边防总指挥的徒弟 萧北寒隐藏职业清廉剑 先足以媲美神级天赋 然而罗三道关注的 却不是他们有多么厉害 而是一脸怨恨地 看着萧北寒手上的宝剑 眨眼间烟尘散去 他们才发现三人 竟然正在围攻一人 可面对三人的围攻里面的人 不但没有受伤法 还要发动仿击 随即强大的冲击波 直接就把萧北寒给撞飞 好巧不巧落地方向 竟然就是江城的方向 这让本就有仇的两人 瞬间认出对方 一向嚣张跋扈的萧北寒 更是直接放弃围攻 重新盯上江城 没办法江城 也只能发动技能召唤重足 虽然他之前答应了季叔叔 要尽量低调 可如今却不得不应战了 可还不等两人 完全发作一道刀光 瞬间从他们中间划过 观察其他人的反应 他才知道 总教官天刀王出现了 训练营正式开始前 谁再敢打架闹事 就先来问我这把刀 江城这才知道 刚才的老头 居然就是天刀王 也就是季叔叔的师父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路边偶遇的奇怪老头 曾经竟然一刀屠龙 无数天骄妖孽 想要拜师 却被他直接拒绝 迄今为止老爷子 也仅仅教过一个徒弟 文言江城 这才意识到自己 可能错过了一桩大纪元 毕竟谁又能想到 天刀王居然是个 掏鸟蛋的怪老头 另一边随着天刀王的进场 所有人都变得安静下来 都恨不得立刻站出来 表现自己留下一个好印象 甚至就连萧北寒 他们这些天才 也变得紧张起来 其中多次拜师 都被拒绝的江无双 这一次更是自信心爆童 一定要拜师成功 直到天刀王开始说话 才把众人的思绪 重新拉了回来 我是这次天骄训练营的 祖教官顾开天 众所周知 江南战区这几年的成绩 一直垫底 而我们也需要 更多的实战天才 所以为了更好的选拔 和培养超级天骄 今年江南战区 新增死亡指标 文言其他人 立刻被吓得冷汗 直冒刚想说话 就被老头打断 要知道天骄训练营的学员 可都是各大家族的继承人 一旦出世 这后果简直不堪设计 接下来每一轮的考核 都可以死亡十个学员 有想要退出的 现在可以走 听到这里 立刻就有人打起了退堂 但其中也有更加兴奋的 本就想着报仇的萧北韩 瞬间就盯上了江城 殊不知江城此刻 也将计就计盯上了萧北韩 眼看没有人中途退赛 天刀王也不再由于 立刻宣布比赛开始 其中第一轮比赛 就要淘汰一半的学员 整个营地里 一共有150枚彩奇 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 第二天 只有拿到彩奇才能竞技 而这无疑也是给了 所有人一个机会 就算实力不足 拿到彩奇藏起来 也一样竞技 可萧北韩却是丝毫不慌 不但没有急着出发 寻找彩奇 反而是第一时间拦住了江城 好在江城对此也早有预料 你们两个 先去找彩奇 我来对付萧北韩 没办法为了不留下来 拖后锤二人指引离开 见状 很强可他还是不想 太早暴露出重局本体 却不料这看似 强大的拔刀斩 还没碰到人就瞬间消失 唐颖你什么意思 江城也是一脸疑惑地 看向唐颖 萧北韩 你怕不是忘了说好的 联手围攻江无双 如今你在这里浪费时间 难道是害怕 要知道从小到大 他还没怕过谁没办法 他也只能先去找江无双 可这在江城看来 总感觉唐颖 是在故意阻拦萧北韩 原来早在比赛 开始前唐警 就跟唐颖提前打过招呼 让他暗中照顾江城 而就在这时 也已经有人找到彩奇 少爷这枚彩奇 是我孝敬你的 萧北韩却是轻蔑一笑 如果你真想孝敬 我就替我去做一件事 见状唐颖 也只能祈祷江城 他自己能够解决 另一边江城他们 也已经找到两枚彩奇 本想继续寻找第三枚彩奇 却被人直接偷袭打断 见状江城也是有些疑惑起来 下意识 就以为对方是来抢夺彩奇的 只可惜来的人 是替萧北韩做事的狗腿 明显对方不是为了抢夺彩奇 而是为了夺命 江城也是瞬间来了火气 既然你要杀我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毕竟老爷子的死亡指标 总要有人完成 出现了出现了虫族天灾 还是出现了 在青莲剑哥的掩护下 小九直接变身毒素巨龙 就在刚刚面对偷袭江城 直接发动虫族毒素 猝不及防下狗腿子 直接就被毒素包围 还不等他多做反应 就被虫族吞噬一空 见状其他刺激而动的墙头草 直接选择卖队 而这一幕不出意外 也被监控室的天刀王发现 直到此时 他们才意识到江城的可怕 而天刀王也是一感严肃形象 开始召集空间系大增尸 文言杨广也是松出一口气来 至少这样可以避免 许多不必要的杀戮 不料天刀王突然再次说话 准备十只三阶巅峰的凶兽 分别投放 并且在他们身上放置一些青云旗 另一边萧北韩三人 正在围攻江无双 都说了你们三个加在一起 也还是打不过 文言萧北韩却不想认输 只因天刀训练营里的 其他人也打不过他 可还不等他们继续战斗 本场比赛的滴滴血已经爆发 可让他不理解的是 江城居然反杀了黄永超 要知道就连唐一 也没把握短时间内 秒杀黄永超 直到此时 他们也意识到 这次的天刀训练营 还有其他的卧骨藏龙 可还不等他们回过神来 又是一条播报声音传来 投放的凶兽和轻云其无一 比围攻江无双更重要 事发突然萧北韩三人 也顾不上继续围攻直接离开 与此同时江城 也想要趁机拿下天骄训练营第一名 就在这时一道巨大的阴影笼罩过来 下一秒一只体型巨大的 三阶巅峰凶兽正好落在他的旁边 三阶凶兽可是相当于 人类的三转大宗师 想要战胜他最好 就是在凶兽恢复清醒之前 发动偷袭 于是他也不再由于 立刻向着还处在麻醉中的凶兽 发动攻击 却不料突然一道剑气 拦住了他的去路 江城没想到 已不但秒杀黄永超 居然还敢抢夺青云旗 见状江城也是不再废话 立刻召唤重毒毒素 展示自己的历程 萧北韩此时 却依然没有把江城放在眼里 隐藏毒系就是你的底牌 说着自以为看穿遗迹的 萧北韩彻底放下戒备 要知道传统毒系 虽然难缠可为毒被大风克制 更别说萧北韩轻易 就可以制造出更强的剑风 然而江城却懒得解释 直接发动毒素化炉 直到此时 萧北韩才发现 这毒素竟然吹不散 随即他也不再由于 立刻发动大招青年剑戈 紧接着凭空一朵巨大的莲花 直接把毒素巨龙瞬间吞噬 见状江城却是丝毫不光 不得不说有了这朵莲花遮挡 他做事也更方便 莲花内部小九 直接献出原形 开始疯狂吞噬这道青年剑戈 很快不堪重负的巨大莲花 直接崩溃 而这在外人看来 江城似乎真的是隐藏毒系职业 毕竟普通毒系 绝对不可能打败萧北韩 可只有萧北韩自己知道 打败他的绝不可能是毒系攻击 可还不等他仔细思考 越来越多的毒素已经包围上来 可凭借祖传的护体神器 他不但不慌 甚至还敢威胁江城 可看着熟悉的操作 江城直接招呼罗三道 展开防御结界 下一秒一道不透明的结界 把他们彻底从监控下隐藏起来 直到此时萧北韩 才真的有些慌张起来 萧北韩你猜猜看 之前的萧元武士怎么死 复仇了复仇了 当崇族天灾降临的一瞬间 刚刚还嚣张跋扈的 萧北韩直接被砍断手臂 甚至就连空间系 大宗师的精神也被污染 这就是江城的实力嘛 没办法只能先去一趟司令部 就在刚刚萧北韩为了自保 直接发动传命运 然而早有预料的江城 立刻召唤出虫族本体 毕竟之前小九已经成功 吞噬过一次命运了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影响萧北韩也是越发疑惑起来 只可惜回应他的 只有疾风暴雨一样的连续攻击 直到此时江城才意识到 小看了萧北韩 与此同时原本迷迷糊糊的凶兽 也是重新恢复清醒 眼看不能再拖下去了江城 也立刻释放全部的虫族大军 毒素化龙腐蚀 萧北韩的剑气掩护小九 随即本就需要吞噬净化的重毒大军 直接把凶兽当成了净化材料 同时因为毒素的腐蚀 作用萧北韩的剑气护体 也瞬间失效 此时此刻无论是萧北韩 还是凶兽都只能被动挨的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 萧北韩的命运 还真是比别人的结实多了 但就算再结实小九想要打爆他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如果之前需要三秒钟 如今最多也就三分钟 此刻监控室里 所有人都因为这个不透明 结界变得紧张起来 萧北韩刚才可是落在下风 万一出现意外 想到这里方承远 立刻开始精神探查 剑撞天刀王却是丝毫不慌 怎么郑国的孙子 就伤不得死不得吗 不料杨广居然罕见地 开始顶撞天刀王 前辈您真的做好 和萧正国一战的准备了吗 虽然您禁止一切消息泄露 但是考核结束外面总会知道 文言天刀王不说话 倒不是怕了萧正国 只是他还在怀疑 江城能不能杀死萧北韩 另一边结界里面的战斗形势 也越发明朗 此刻凶兽已经被虫族杀死 只剩萧北韩还在苦苦支撑 只可惜随着命运破碎的 越来越多明显 也快要到他极限了 忽然脑海一道陌生的声音响起 小家伙别玩太过苦 江城也瞬间意识到 有人在给他精神传音 看来必须速战速决了 一只虫族自爆 破开命运 其余虫族立刻变成毒素 而随着虫族自爆 本就处在破碎边缘的命运 直接彻底裂开 紧接着强大的冲击波 直接在防御结界内爆炸 可等烟尘散去原地 却只剩下一根断掉的手臂 到底还是没能在空间系大宗师 救人之前杀死萧北韩 不过砍掉一条手臂 就当先收一点利息 方成员你怎么搞的 为什么没能及时转移萧北韩 我也不行 可是我的精神力居然被毒素腐蚀了 文言杨广却是丝毫不信 毒素怎么可能腐蚀精神力 还不等他继续质问天刀王突然开口 刚才你说什么和萧正国一战的后顾 我都懒得搭理你 现在我就告诉你 老子敢做就敢承担后顾 地底战场上九转 无敌都可能战死他区区一个 萧北韩算什么东西 没办法杨广 最后只能搬出战区司令来撞乱 文言天刀王却丝毫不慌 在明点考试结束之前 谁都不许外出 我先走一趟战区司令部 说着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与此同时萧北韩淘汰的消息 也被语音播报出去 一瞬间所有人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要知道他可是郑国家族的继承人 此刻还在狩猎凶兽的天才 也都震惊地说不出话 他们这边凶兽还没杀死萧北韩 居然就被淘汰了 甚至就连最强的江无双 也不由对江城来的兴趣 暴露了暴露了 江城身怀禁忌的秘密 还是被天刀王发现 要知道一个神级天赋 就足以让他登上暗杀榜 第一更别说还身怀禁忌 这可是要杀头的 老顾你这么着急 是发现什么好嫖子了 不料天刀王第一时间 打开结界隔离监控 老段你见多识广知道 有什么毒可以腐蚀精神力 闻言司令下意识地 觉得毒素不可能腐蚀精神力 可看着天刀王的样子 他也忍不住疑惑起来 无奈他认识的毒系高手里面 没人能做到 难道天骄训练营出现了毒系天骄 然而天刀王却是自顾自地说道 毒素有没有可能自己拥有意识 听到这里天刀王也是恍然大悟 没记错的话 曾经有种天灾虫族 就可以伪装成毒素形态 直到此时天刀王才意识到 江城有多么威胁 毕竟谁又能想到 已经灭绝的原谷天灾 居然还能再次出现 随即得到答案的 他也不再停留 直接转身离开 他必须赶快回去早做准备 季刚这个坑爹的狗徒弟 竟给老子找麻烦 不过既然已经答应了 就算是晋级又入 神魔本就一念之间 可以屠戮众生 是返回了天交训练营 此时此刻 万妖城雷泽和武当刘婢子 联手干到一只凶兽 唐颖和白风 也在合作猎杀第二只凶兽 而能够做到独自狩猎凶兽的 也只有江无双和江城二人 毕竟江无双 华夏天交榜排名第三 可江城之前 还是不入流的小角色 如今秒杀两只凶兽 不说第三只看样子 依然不是对手 然而实际上 却是江城把凶兽 当成了进化材料 虫族吞噬凶兽进化后 他只会越战越远 平时小九很难增长的吞噬点 如今更是疯狂增长 眨眼间刚刚投放的凶兽 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很快进化后的小九的等级 也是再次提升 不料就在这时一道金色拳影 突然袭来 下意识就以为是有人 想要抢夺凶兽的所有拳 谁料穆寒秋两人 却是如灵大敌一样 突然站了出来 可惜仓促防御下的护盾 瞬间就被打烂 眼看两人已经破防 江城也不再由于 立刻召唤虫族毒素 顿时两道强大的攻击撞在一起 尽管江城也被震退好几步 可那无网不利的金色拳影 也瞬间消失 等烟尘散去里面 只剩下一个迎面走来的江无双 另一边江城也是第一次 在同龄人中感觉到压力 不过即便是江无双 他也不觉得自己很输 如今正好借助江无双 看看自己的实力 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江南战区两大天 才赌上性命的战斗开始了 然而面对江无双的压迫小九 却罕见的恐惧起来 无奈江城只能选择 虫族自爆的方式进行战斗 怎么这就打不动了 这可不像能够打败肖北寒的样子 文言江城也是不再由于 立刻释放神级天赋万物生长 随即密密麻麻的树根 冲破地面眨眼间 就形成一个密闭空间 谁知江无双不但不害怕 反而变得越发兴奋起来 可面对江城第二次屏蔽 监控天刀王却是不敢大意 想也没想地命令 空间系大宗师随时准备救人 谁让是自己的徒弟呢 还是要保护一下 与此同时空间内部 所有虫族都被江城放了出来 这才是你的真正能力吗 原来如此 可就算是被成千上万的大虫子 同时盯上江无双 却依旧是丝毫不过 见状江城也不再由于 立刻指挥虫族大军发起攻击 下一秒江无双 瞬间就被这铺天盖地的 虫族大军所淹没 可还不等江城高兴 两秒江无双直接开始蓄力 忽然一双铁拳狠狠砸向地面 紧接着来不及躲避的虫族 更是瞬间死伤一片 然而对此早有预料的江城 却还不想认输 就在这时两只虫子脱离族群 直接来到江无双的面前 还不等他多做反应 就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传来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江无双居然还是成功活了下来 我终于知道萧北韩是怎么死的了 说着立刻向着江城促冲下来 本就擅长力量的江无双 此刻似乎真的像是泰山压顶一样 压在他的头上 顿时连同地面江城整个人 都被压在地上动弹过 没想到两只虫子自爆 都没能破开江无双的防御 事到如今 他只能继续增加自爆的威力 话音未落十只虫子被他成功引爆 然而这次早有准备的江无双 却没有选择硬钢虫族炸弹 此时虫族因为速度上的烈势 竟然完全炸不到江无双 没办法江城只能尝试利用万物生长 暂时拦住江无双 谁料江无双却突然表示战斗结束不想打 不明所以的江城却是瞬间疑惑起来 江城我认可你做我的对手 但是你现在毕竟才一转 我很期待与成长之后的你继续战斗 现在我有些困难 要先去睡觉了下次再打 你这是要把考核第一让给我 文言江无双却是直接否认 他真的只是想找个地方睡觉 见状江城也是一脸不爽的说道 我可不是被自尊心蒙蔽的傻子 这第一我可是要定的 另一边空间系大宗师的精神力 也再次被虫族毒素污染 此刻江无双放弃争夺最后的凶兽 尽管这轮考核还没结束 但是江城已经第一 念红瑶怎么也没想到 传说中的灵号遗迹竟然早已被阴气腐蚀 随着越来越多的阴灵从地底窜出 念红瑶也是不再由于立刻决定速战速决 不料就在这时前方一块石碑 突然释放出恐怖气息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几百年前残留的气息竟然还这么强 神使扫描他才发现 这竟然是遗迹的信息谱 于是二话不说开始仔细检查起来 可里面成千上万的信息 竟然都是关于古代虫族的 神使全开快速月了 好在他这一趟只是寻找其中一种 眨眼间一张虫族的信息被他拿了出来 九赤杖远古天灾虫族 曾经造成第四次灭视天灾 重点竟然是真的可以腐蚀精神力 很明显江城绝对身怀禁忌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江城也杀死最后一只凶兽 连续吞噬四只凶兽回头 再拿到天交训练营的奖励 很快就能完成二准 我已经第一了 剩下的清云气给你们也可以进前十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们一样轻松 此时唐英两人合作 才勉强杀死两只凶兽 与此同时语音广播提示第一轮考核结束 无奈江城只好放出所有重读前去吞噬其他的凶兽尸体 另一边萧北韩也重新恢复过来 江城你给我等着看我爷爷怎么收拾你 眼看晋级下一轮的人员到齐 天刀王立刻宣布即将前往禁区试炼 要知道天交训练营前往禁区试炼 这还是第一次 说完天刀王也不解释 直接拔出刀来开始蓄理 既然确定江城身怀禁忌 那他就必须早做准备了 刹那间无数的刀光剑影 从天刀王身上散发出去 紧接着恐怖的剑道气势 瞬间拢罩全场 就在这时地面竟开始缓慢升高 还不等人们多做询问整个天交训练营 竟然都被挖了出来 竟然是传说中的御剑飞行 突然便大无数倍的宝剑 直接拖着天交训练营前往禁区 直到此时学员才真的意识到天刀王的强大 另一边江城也是立刻开始打听云梦泽的信息 要知道云梦泽虽然比其他禁区安全一点 但里面的时空区是扭曲的 里面无数的次元碎片相互融合 普通人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云梦泽里面的时空法则和外界完全不同 据说一千年前一个普通人 在云梦泽仅仅两个小时就成就七转封王 可他自己却说在云梦泽已经过了两百年 很明显云梦泽的迷失和机遇是随机的 可只有天刀王自己知道 他必须利用云梦泽失恋的时间来争取 与此同时天交训练营突然消失 也还是被人发现 收到消息江南战区司令官也立刻前来检查 要不是临时收到天刀王的留言 他都怀疑天刀王造反了 可如今尽管还是有些疑惑 却不得不帮助天刀王拖延时间 面对其他人的询问 他只能表示这是提前安排好的禁区试炼 可他内心却突然想起之前 天刀王找他聊过的天灾虫组 他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天灾母虫 如今却被视为禁忌职业 一旦有人跟他产生联系就会遭到追杀 为了能够保护江城天刀王 不得不寻找盟友 小师弟的九翅杖真酷呢 好想养一只文言天刀王 直接戳破了他的泡泡糖 你这妮子就不能长点心吗 不料红瑶却突然开始撒娇 那老师您能一刀砍死郑国大将军吗 可惜回应他的却是天刀王的一记脑瓜崩 真是王我一世英明 怎么就收了你们三个奇葩徒弟 老师为什么非要保护江城呢 文言天刀王不知怎么突然想起 曾经帮助季刚抢婚的经历 而这一次保护江城也完全是和他胃口 说着本就了解天刀王的红瑶也是会心一笑 如今想要保护江城 只能求助大下三尊无敌之一的武神 与此同时 另一边地窟战场武神江玄机 正在狩猎万族 万族萧小之辈 胆敢再次来犯大下者虽远必诛 说完此件事了的武神就要离开 就在这时突然收到江无双的千里传音 谁料里面出现的却是天刀王 天刀王你怎么来了 难道是无双惹祸了 文言天刀王这才开始解释江城禁忌职业的事情 好在不出意外的是武神对此并不关心 你只要帮忙我就可以送江无双去云梦泽戏须殿 要知道那可是传说中的洞天福地 于是武神直接答应下来 但却要保证江城不再使用禁忌之力 并且若是在本次天刀训练营 拿不到第一那他就必须进入万族战场 自生自灭 毕竟在武神看来不使用禁忌之力 江城不可能拿到第一 退一万步讲 就算是动用禁忌之力 他作为大下武神也能够秒杀一切 此时不知道这一切的江城已经进入云梦泽 为了不迷失在云梦泽里 他们立刻开始打坐冥想 可奇怪的是脑海中的万物祖术 却突然无风自动起来 下一秒一颗硕大的果实瞬间长了出来 随机系统提示传来 获得功能果实可以复制目标能力 正好天骄训练营里面天才无数让他羡慕的能力 还不是随便复制 可缺点就是复制结果太随机结果不一定能力 直到他看见天刀王的身意 他记得天刀王的成名绝技可就仅仅只有一招 睡梦中男人突然开始练刀 可奇怪的却是不受控制的一直练习一个动作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男人 也早已变得更加的成熟伪重 几十年来不断挥刀劈砍 也只为练习那一招开天辟地的刀法 就在刚刚江城跟随天刀王来到太虚殿 要知道真正的太虚殿也只有大梦者一人进去 万万没想到天刀王却直接开始太虚殿试炼 可就在别人都争先恐后的时候 江城却一把拉住了罗三道 你看看真正的高手都在调整状态你这什么急 说完江城三人也开始原地打坐调整状态 而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天刀王也是越发地喜欢江城 可只有江城自己知道 他不过是借口拖延时间 毕竟复制卡很快就会失效 他必须尽快复制天刀王的能力 可原本以为很快就能完成的复制过程 却让他大吃一惊 还不等他回过神来一道金色的刀光从他眼前划过 下一秒练刀的人却变成了他自己 眼看无法脱离幻境江城也只好继续练刀 眨眼间百年光阴转瞬即是他本人头发都白了 可真正的开天刀法也被他真的学会了 尽管此时江城已经满头白发 却丝毫看不出一点老年人的感觉 说好的一招开天刀法居然直接变成了四刀 小师弟怎么还不动难道是睡着了 此刻长时间没有移动的江城 已经引起天刀王的怀疑 不料下一秒附近的刀剑全都在共鸣 甚至天刀王的配剑也在忍不住的共鸣 联想到江城身上一闪而逝的气息 天刀王越发疑惑起来 好在这个过程转瞬即逝 如今江城也开始攀登阶梯 其他人不出意外 还是江无双第一名 而此刻已经失败的人都开始关注江城的动作 却不料江城才刚踏上台阶面前一道人影袭来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影响 他也只能仓促召唤重足阁等伤害 然而以前无往不利的重足大军这一次却是瞬间崩溃 好在下一秒长辈朋友替他拦住了萧正国 可还不等他高兴两秒所有亲朋好友 则都被萧正国一刀秒杀 瞬间一股强烈的无力感充满他的心神 可这一切在别人看来江城竟然在第一个台阶就被拦了下来 从他脸上的泪水和不断颤抖的身体判断明显是遭遇巨大打击 幻境里面江城也早已放弃抵抗等待死 谁料原本昏暗的世界里一道光芒突然出现 神级天赋万物祖术竟然直接替他驱散了眼前的幻景 回过神来他也意识到自己刚刚被骗了 明明亲朋好友都被杀了他不小的报酬 竟然还想求死解直离 说完招呼上万物祖术就要干翻一切幻景 他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天灾母虫 如今却被视为禁忌职业 一旦有人跟他产生联系就会遭到追杀 可万万没想到他会因为贪吃献出原形 就在刚刚江城成功登上太虚殿台阶 却突然发现万物祖术竟然直接把幻景停立了 见状江城也不再犹豫一边唱歌一边继续前进 顿时所有人都被他这轻松的样子震惊到说不出话 甚至就连见多识广的天刀王也没见过这种情况 很快江城就发现江无双三人竟然都停在了299阶 太虚殿第三百阶是一道天前普通天交很难跨过 就在这时江无双三人也发现了跟上来的江城 不料江无双此时却是轻蔑一笑 紧接着无数锁链凭空出现 奇怪的是江城的神级天赋竟然也跟着产生共鸣 就在他怀疑江无双是不是神级天赋的时候锁链瞬间断 随即一股恐怖的气息从江无双身上散发而出 与此同时刚才还艰难无比的第三百阶也被他轻松跨过 亲眼目睹奇迹发生也让唐颖二人瞬间激动起来 此时此刻就连江无双也忍不住向他们炫耀起自己的惊艳心底 看向江城的目光更是充满了遗憾 毕竟江城半路出家 底蕴中纠还是太浅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江城就自顾自地走了上来 顿时周围空气瞬间安静 江城却一脸无辜地看向江无双 哥们儿这个很难嘛 谁料江无双还没回答小九却先跳了出来 下一秒一股同样强大的气势散发而出 随即整个人都被小九推着向上跑去 可这一幕在江无双看来分明就是挑衅 瞬间暴怒的同时江无双也不认输 直接化身三头六臂开始追击 见状不想落后太多的其他天才也开始发了 没想到传说中的神魔血竟然重新出现 唐颖你不会也是个变态吧 文言唐颖只能无奈表示自己比不上他们 说完唐颖也不再留守一股强大气势缓慢释放 在别人震惊的目光中化作一条毒蛇飞速前进 虽然比不过他们但也比普通人强大太多了 可就算如此屏蔽幻境的江城还是第一个登顶 随即手掌不自觉的身相太虚悲 下一秒无数虫族出现竟然要吞噬太虚悲 两大超级强者终于因为小辈开打 随着天骄训练营重新回归 天刀王也不得不变地认真起来 与此同时江城的天灾母虫也繁衍出第三代 种群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五百万只 想来就算还是打不过郑国将军也足以自保 此时此刻他不但不害怕 反而还有心情寻找技术等人的深意 可就在江城出来的瞬间他就被萧正国发现 没办法战区司令只好赶快上前阻止 毕竟天刀王和萧正国两人都是超级强者 一旦开打江南战区绝对会损失惨重 谁料天刀王面对战区司令的劝阻 也是毫不留情直接拒绝 文言战区司令还来不及继续开口四周 就凭空出现一大片水域 只见萧正国全身散发出浓郁的水形灵力 随即源源不断的水域被制造出来 刹那间所有人都被这个天威震慑到动态 好在天刀王对此确实没什么影响 对别人天威浩荡的无尽水域 却根本不能靠近天刀王分号 眼看两人就要动手瞬间中间出现一道寒冰屏障 二位真要打起来恐怕整个江南战区都要遭殃 为了普通百姓不如让我和江城一对一生死战 此时重新恢复的萧北寒居然第一个站了出来 他当日斩断我一条手臂 今日自当由我来亲手两劫探 如此这般最好年轻人的恩怨就要年轻人自己解决 老一辈就不要插手了 江城却总感觉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眼看时机成熟萧北寒顺势提出不能使用禁忌手段的要求 说起来禁忌手段本就违法不准使用到也是合情合理 然而天刀王却不想接受这种条件 要知道江城本就是一个生活系职业 战斗技巧全靠天灾母虫一旦不用他必死无疑 他刚想继续挥刀砍人的时候江城却及时拦住了他 师尊我有办法不用禁忌手段也能用他 您不是一直说要教我开天刀吗 现在就教好了 文言萧北寒却直接轻蔑一笑 就算你现学现卖又能有几分威力 然而对此江城却依旧是信心十足地表示五分钟就能学会 眼看江城如此小看自己的成名绝技 就连天刀王也是感到一阵愤怒 更别说其他人都感觉江城是个白痴 无奈江城也只好主动抓住天刀 随即在天刀王震惊的目光中直接发动共鸣 还不知道江城已经学会开天刀的天刀王 还以为江城是百年一遇的刀到天才 同时联想之前在太虚殿的共鸣他也是 难道 开始了开始了 江城仅仅看了一眼就学会开天刀 就在刚刚感受着手上天刀传来的共鸣 天刀王也不再犹豫决定现场教学开天刀 剑状战区司令也立刻施法构筑天地擂台 既然是生死决斗那除了萧北寒和江城外任何人不得干扰 话音未落就看见萧北寒迫不及待地冲上擂台 上次你依靠天灾虫族这一次 我要让所有人看见你我之间的差距 文言还不等江城说话技术等人就已经十分不满这个条件 可眼看天刀王都没有反对那别人就更没有办法 所谓开天刀就是一指之刀 或我指 了生死 十本心 无念心 随即一道巨大的金色刀光冲向天空 被这股强大的气势震慑萧正伯下意识就想要展开封面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两人要提前开始战斗的时候 刀光却从萧正伯身旁直接划过 下一秒空间碎裂的声音传来 一个未知领域竟然被天刀王直接打碎 瞬间一阵龙族的惨叫声透过空间裂缝传了出来 只见一条黑龙正恶狠狠地看着天刀王 顾开天老匹夫本作一定会回来的 只可惜黑龙虽然说得很可是跑起来却是十分迅速 眨眼间破碎的空间裂缝就重新恢复 很明显黑龙也是想要图谋江城的天灾虫族 如今所有人都在关注两个小辈的战斗 倒是忽略了附近的其他威胁 只有顾开天发现 黑龙踪迹也算是让他装了一个大逼 见状江城也是恨不得立刻展示自己心血的刀锁 于是他也是不再犹豫立刻接过技术的配刀 随后就直接进入天地擂台 可这在其他人看来几乎就是和去送死没有区别 说完不服气的红瑶就要强行带江城离开 也就在这时一道神秘气势轮罩过来 所有人都被进步在原地 江武神已经来了这个天地擂台 别人是进不去的 闻言红瑶也是瞬间被吓到冷汗直冒 他刚才可不是故意说江武神的坏话 可他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天刀王要牺牲江城 同时萧北韩也是用一种看白痴的目光看向江城 开天刀怎么可能是随便看一眼就能学会的 然而既然江城重新站了上来 结果也就怪不了他了 说着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的身上爆发而出 此时萧北韩不但重新凝聚五道之心 就连手上的武器也是神兵榜排名20的越破 江城你能死在越破之下也算是你 可回应他的却是江城高高举起的手臂 刹那间紫色光芒覆盖刀身 伴随着一股神魂的压迫刀光直接劈向萧北韩 仅仅是刀光余波就让普通人头痛欲裂 神魂之力偏弱的赶紧闭上眼睛 另一边尽管天刀王早有心理准备 可还是被这一幕给震惊到说不出话 然而这看似无敌的刀光却被萧北韩轻松斩断 这就是你所谓的开天刀吗 看来是你学艺不惊了 要知道本就以神魂之力见证的萧家 根本不怕神魂攻击 说完萧北韩也不再废话立刻发动反击 无奈江城只好再次摆出一个和刚才不一样的姿势 正是开天刀第二是抵制刀 而这一刀也不再是神魂攻击 反而是直面本身 生死对决江城全身血液都被控制 面对郑国将军的报复 他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刚刚江城顺利学会开天刀 可仅仅是战斗余波就差点摧毁生死擂台 剑撞战区司令也是再也不敢有丝毫放松 立刻加固擂台 与此同时感受到生死危机的萧北韩也在苦苦坚持 必须挡住 否则会死 下一秒随着禁忌咒术的发动 所有飞剑都瞬间失控 随即一个从天而降的巨大飞剑瞬间成形 而这也正是神兵跃破的万剑归宗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影响江城已经来不及躲避 自信江城必死无疑 萧北韩也是瞬间兴奋起来 没了天灾虫族你就乖乖等死吧 小看谁呢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后招 话因为洛比刚才还要耀眼的金色刀光披向萧北韩 面对天之刀的威力萧北韩都来不及 乌舅就被秒杀成正 形势瞬间逆转 所有人都被震惊到亚麻呆住了天刀王 也是没想到他不但学会了开天刀 甚至还升级了 然而这妖孽一样的学习速度 可不光震惊了现场观众 天空之上还有两道神秘身影 也在关注这场战斗 现在看来萧远山是不可能善法甘休了 文言江武神冷哼一声 却依旧是牢牢压制着萧远山 江武神还请你不要干涉 如今我孙子残死我必须报仇 萧远山你一把年纪怨赌服输的规矩都不懂吗 被这股不容置疑的语气质问 萧远山也是瞬间吓到冷汗直冒 可就在他犹豫要不要被迫认输的时候 江城却突然冲了过来 天刀王都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敢对郑伯将军拔刀 眼看江城自取灭亡江武神 也不再多说什么 恢复自由的萧远山也是不怒反笑 曲曲蝼蚁居居然还敢对我拔刀 此时此刻所有人都觉得江城是疯了 直到开天刀第四刀大刀之刀 披向萧远山 万物生长天术发动 岁月如刀黑白无常 可就算如此对萧远山 依旧不能造成任何伤害 伸出手指轻轻一弹刀光瞬间消散 谁料刀光之后 无数天灾虫族突然出现包围萧远山 咱们两个可没说不允许使用天灾之力 说完十万只虫族瞬间被他引爆 萧远山根本来不及躲避就被爆炸淹没 随即就是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传来 如此不计成本的爆炸袭击萧远山 也是第一次感觉生命受到威胁 同时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杀死江城的决心 死子不杀苦 后患无穷 血之诅咒血暴 随即江城整个人都被一个血色空间笼罩 紧接着全身血液都开始不受控制地流了出 重生了重生了 再次死而复生的江城决定不再隐藏实力 第一次当众展示出百万数量的天灾虫族 就在刚刚江城全身血液突然失控 面对郑国将军的偷袭 他根本就来不及躲避 仅仅2.5秒全身的血液就全部蒸发 亲眼目睹这一切可所有人 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生命的流逝 就连天刀王此时此刻也变得慌张起来 更别说其他实力更加弱小的人 江城的小迷妹刚想上前救人就被再次拉了回来 这种情况凭你们的实力只能是去送死 然而两人却依旧是不管不顾的向各自长辈求助 无奈静咒一旦发动必死无疑 此时一切已经完了 同样深知这一点的天刀王 却还是不想放弃 眼看江城危在旦夕 他也不再犹豫 立刻向萧远山发动攻击仕途 唯唯就招 只可惜两人的实力 原本就在伯仲之间此时仓促出手 更加不可能对萧远山造成伤害 见状越发焦急的天刀王 不得不决定放手一搏 不料就在这时江城突然发出一阵痛苦的惨叫 失血过多的江城已经到达极限 此时留给江城的只能是死 与此同时似乎为了验证这个结论 萧远山也再次发动净重 下一秒江城整个人都开始变得扭曲起来 随着血液被引爆 他的身体也在无限膨胀 随即一道剧烈的爆炸声传来 留给众人的也只剩下最后的爆炸烟雾 直到此时萧远山这才松出一股气来 北韩如今爷爷也算是替你报仇了 见状天刀王却是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怒 首提开天刀就要跟萧远山决一死战 谁料刚刚消失的武神压制突然再次出现 为了避免生灵涂炭武神 绝不允许二人再次发生战斗 可还不等他继续开口一团天灾虫族突然出现 只见原本尸骨无存的江城 此刻竟然再次复活 见状所有人都被震惊到说不出话 萧远山我是不会这么容易死 文言萧远山也不得不重新观察江城 明明已经发生剧烈爆炸 怎么可能死而复生 然而事实就是江城复活了 只有他曾经的队友知道 这很有可能是死灵勋章的作用 也只有死灵勋章拥有抵抗死亡之力的效果 可回应众人的却是江城的百万天灾虫族 刹那间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 瞬间被一片阴影鼓掌 见状就连站在远处的武神 也不由得感叹有点离谱 如此短的时间里就能培养出百万虫族 明显之前是在隐藏实力 如此看来我之前都小小他了 说完一道红光立刻锁定萧远山 随即想要再次发动静咒的萧远山 也发现一场 无论怎么施法 他都不能做出任何动作 而因为这片刻的愣神 他也被天灾虫族瞬间淹没 此时此刻江城展现的潜力 已经超过萧远山 而这种恐怖天赋 也足以让武神为他打破规则 就在这时为了活命 萧远山也是彻底封唐